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探索节目 今天我们要大家一同探索一个充满活力和魅力的城市 吉隆坡 随着马来西亚和中国之间的免签政策延藏 更多的中国游客将有机会亲身体验这座城市的风采 我们将为大家揭示吉隆坡的必游景点 包括令人惊叹的双子塔 利息悠久的独立广场 充满创意的中央市场 以及巴生河的迷人夜景 还有吉隆坡塔的旋转餐厅 唐人街的美食和购物天堂 神秘的黑风洞 以及充满科学乐趣的Petroxen 灿鼠中心 更别忘了拜访国家清真室 色彩斑斓的小印度 浪漫的粉红清真室和余日无限的云顶高原 这些景点每一个都值得一去 错过任何一个都会令人遗憾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让我们一起探索吉隆坡的无限魅力 吉隆坡作为马来西亚的首都和最大城市 是一个充满活力和魅力的地方 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和美食 对于任何游客来说 探索吉隆坡的魅力 绝对是一次难忘的体验 以下是吉隆坡的必游景点及绝妙体验 错过任何一个都会令人遗憾 来到吉隆坡 机场快线是最快进入市区的方式 每20到30分钟一搬车 约28分钟即可抵达市区的KL 上轴或是搭乘机场支线 在转搭地铁或单轨即可进入市区 机场快线单程票为MYO55 来回票MYO100 作为吉隆坡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双子塔展示了现代建筑的壮丽和技术的精湛 登上双子塔的观景台 您可以俯瞰整个吉隆坡市区的壮丽景色 包括繁华的城市风光 绿意昂然的公园和迷人的城市天际线 尤其是在夜晚 灯火辉煌的景象更加令人惊叹 而乘坐高速电梯上升的体验也是一大亮点 几秒钟内就能到达楼顶 让人感受到飞速上升的刺激 双子塔附近还有一个大型购物中心 双峰广场 您可以在这里购物品尝美食 体验到吉隆坡的购物文化和美食风情 然而在参观双子塔时也需要注意一些事项 提前预定观景台的门票是名字之举 以避免长时间排队等候 独立广场Merdita Square Dita 参观独立广场 您将有机会了解马来西亚独立的历史和文化 感受到这个国家的骄傲和自豪 广场周围还有许多景点和购物中心 是游客们了解吉隆坡 城市风貌 购物和休闲的理想去处 因此独立广场是必去的景点之一 让您感受马来西亚的历史景运和文化魅力 独立广场不仅是一个马来西亚的历史文化独特的景点 也是一个很好拍照的地方 这边有许多观光客必拍必访的景点 所以人潮也非常多 大家都会聚集在这边拍照 中央市场Central Marketity 这个市场充满了活力和创意 让人流连忘返 首先你可以发现各种各样的手工艺品和艺术品 比如精美的木雕 漂亮的织物和独特的装饰品 逛着逛着 你可能会碰到一些当地艺术家 他们会向你展示他们的作品 并且愿意与你分享创作的故事 在这里购物不仅可以找到独特的纪念品 还能支持当地艺术家和手工艺人 除了购物 中央艺术市场还经常举办各种文化活动和表演 比如音乐会、舞蹈表演等等 巴生河和Clain River游船之旅 巴生河是吉隆坡的一条重要河流 沿岸有很多历史建筑和现代景观 让您一览城市的繁华与风采 您可以乘坐游船在巴生河上漫游 感受凉爽的河风 欣赏沿岸的高楼大厦 彩色建筑和美丽的夜景 特别是夜晚灯光闪烁 别有一番风情 除此之外 巴生河也是吉隆坡的文化中心之一 沿岸有许多历史又历史悠久的寺庙 清真室和教堂 展示了吉隆坡多元文化的特色 您可以在游船上听导游讲解各个景点的历史和故事 增加对吉隆坡的了解 让旅行更加丰富多彩 吉隆坡塔KL Tower Tower 你可以搭乘高速电梯 瞬间就到了塔顶的观景台 可以俯瞰整个城市 景色超级壮观 你还可以在那里找到一个旋转餐厅 一边吃饭一边欣赏城市夜景 太浪漫了 如果你喜欢刺激 还可以尝试吉隆坡塔的悬空玻璃盒 站在上面感受身临其境的刺激 唐人街 唐人街 唐人街是一个充满活力和色彩的地方 吸引着无数游客和当地居民 这里有很多好玩的事情等着您去探索 唐人街是一个购物和美食的天堂 您可以在这里找到各种各样的小吃摊和餐馆 品尝到地道的马来西亚美食 比如炒果条 沙爹炸虾饼等等 此外唐人街也是购物的好去处 您可以在这里淘到各种纪念品服饰 手工艺品等 唐人街还有许多古老的建筑和寺庙 您可以在这些寺庙里感受到浓厚的宗教氛围 欣赏到华丽的装饰和建筑风格 黑风洞 黑风洞是一个巨大的洞穴庙宇 让人感觉好像自身于一个神秘的世界 洞穴前面有一座高达272级的彩色楼梯 你可以一步步登上去感受一种挑战和成就感 在洞穴里你会见到巨大的雕像和神圣的寺庙 真的很震撼 科学探索中心Petro Sins 科学探索中心Petro Sins超级好玩 你可以在那里亲身体验各种有趣的科学实验和展示 比如用身体力量点亮灯泡 探索太空模拟地震等等 而且Petro Sins在有很多有趣的互动展览 让你在玩中学习 学习中玩耍 绝对不会感到无聊 记得穿着舒适的衣服和鞋子 因为你可能需要走很多路程和参与各种活动 其次尽量遵守规则和指示 保持安全 不要在展览区奔跑或乱认东西 赶快去探索科学的奥秘吧 国家清真室 国家清真室 位于独立广场南方 步行约走10到15分钟 现在清真室与一般原顶清真室不同 清真室 组穹顶设计成一个18个放射者散行星芒 分别代表马来西亚13州跟伊斯兰教五大支柱 并搭配一个象征自由独立精神的73公尺高的尖塔 国家清真室是东南亚最大的清真室之一 可容纳1万5千人距离 小印度 小印度位于老城区以北 基尤马西战India是主要街道 来到吉隆坡 别忘了走一趟小印度 感受一下马来西亚多元的文化 位在15杯社区的小印度已有百年历史 走在小印度的街上 会遇见许多穿着各式飞样沙利的印度妇女 你也可以体验一下印度人体彩绘 曼海地马亨地在四肢画上彩绘 让自己看起来更美丽 曼海地是使用天然植物指甲花 HANA来作为颜料 因此也被称HANA HANA HANA HANA这种褐色颜料染上皮肤后可维持7至15天 是一种暂时性无痛为生 当然你绝不可错过印度餐馆的两大美食 铁丹饭 HANA C. 迪交业饭馆 Alan Lifise 还有印度煎饼 YUNATARUDICANI ENTATARICA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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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红清真寺 MASI ZAN PUTRA 位于布城湖旁的粉红清真寺 为东南亚最大的水上清真寺 其建筑概念来自摩洛哥卡萨布兰卡清真寺 清真寺的外墙为粉红色 清真寺穷顶采用当地生产的花岗石大理石 作为主要的建材 大厅的屋顶由49个大小圆拱组成 18条放射新芒 代表全国13个州和伊斯兰教的五大戒律 特殊的造型加上粉红色的外观 注入在布城湖上 相当值得前来一访 布城湖上帆船造型的太子桥市 拍摄粉红清真寺外观的巨佳地点 云顶高原 沾青海冷沾青海冷 距离吉隆坡市区 约一小时车程的云顶高原 又被称为云端上的娱乐城 上面包含了五家饭店 天城世界室内和室外主题乐园 云星剧场 等多项设施 大多数人上来主要会逛outlet和游乐园 这里也有马来西亚唯一的赌场哦 尊皇豪华霸气 大家可以到里面逛一逛 谢谢大家收看 亚洲大眼睛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 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汪佑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 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王指示六度 我有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按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蓝放 Senator政治媒体 明镜与点栏目 也讶 Wein起 Marke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